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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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1995年的6月14日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 是一个非常差美女的地方 江浙一带你们懂的美女都非常的多 那可能有的人从片头的那个照片也好 或者上网搜索一些照片也好 会觉得帕老师并不是我们审美上的美女啊 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 这个长相应该是比较漂亮的了 而且那个年代就比较看重这些气质啊什么的 跟现在审美也会有一些不同 所以说希望大家不要用审美去哄良我们帕老师找一下 那她的出生的时候的名字应该是姓陈 具体的名字我记不住了 她小的时候的命运是比较坎坷了 一岁的时候丧父 五岁的时候姐姐去世 八岁的时候唯一的亲人妈妈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那她就跟她的舅舅生活在一起 到了大概十三四岁左右的时候 她的舅舅就属于那种看着小姑娘长大了呀 然后这个年纪到了比较花样的年纪 然后就属于有点见色 起了财心这种 就把派老师卖到了妓院做厨妓 那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行业里面 真的是感觉你一入这种青楼的门 你就一辈子都在都在里面这样耗死了 然后她是非常的拒绝但是也没有办法 那她在因为她的长相比较出众啊 然后戒上可能会一些才艺 所以她在当时也是比较有名气的 1913年的时候一次非常机缘巧合的机会 她就认识了当时的一个应该是叫巡抚之类的这种的职位的 当官的人就是她后来的丈夫潘赞华先生 那潘赞华先生对潘玉良女士的一生也是有非常大的改变和帮助 那在此之前潘先生老师在青楼里面的名字叫做张玉良 就是已经用玉良这个作为她的名字了 那在跟潘先生在一起之后 为了感激潘先生对他的帮助 知遇知恩以及对他们爱情的这种喜爱啊和憧憬 所以她就把自己的姓改名了叫做潘玉良 然后沿用至她离开这个世界 那她在跟潘赞华先生在一起了之后 这段其实是一个比较唯美的爱情故事 那潘赞华先生是比她大一些的 并且在家里是有妻子的 但是他们两个之间有了爱情 潘赞华先生觉得还是要给她一个名分 所以就发了结婚通告 纳了潘玉良女士为妾 那之后他们两个就熟了身去了上海定居 那在1917年的时候 潘玉良女士开始了她的绘画生涯 她当时是一个叫做洪野先生的邻居 教授她一些绘画的基础技巧 那到了1918年的时候 她在潘赞华先生和洪先生的共同帮助下 就考取了上海美术专科学院 那考到了这边之后 她其实当时也是受到了非常大的争议 一个是她的出身非常的不好 再一个在当时 一个女性角色去学习美术 其实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当时的校长 刘海素先生给了她非常大的支持 然后也是她非常尊敬的一个人 那就成功的让她进入到了上海美术专科学院去学习 那在1921年的时候 她得到了一次机会 可以去法国交流 所以说她就考到了里昂中法大学去学习法语 那之后又在国立里昂美术学院就读 之后又考入到巴黎高等美术学院 那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时候 她的同学就有我们非常非常知名的徐悲鸿先生 那她们也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 那到了1925年底 考入了意大利罗马国立美术学院 那后面她又在这个学校1928年毕业了之后 她又转入了雕塑系进行学习 那在这个过程中她也是得 因为她的一张作品叫《玉女》 在法国得到了非常高的奖励 那这个消息传回中国之后 关心她的包括一些学术界的美学界的一些 老师和领导都表示非常的开心和祝贺 所以说就希望她能回国参与到国内的美术教育工作里面 所以她在1929年的时候就回国了 那在这中间也是跟丈夫啊 跟祖国分开了七八年之久 在这个过程中她自己也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学校了很多技术 然后回国任教 但是因为就是国内的形式和大家的传统观念也好 依然对她有非常大的争议 所以她任教的这个过程中 其实生活也并不是那么的开心 但是她就在她的母校首先任职 是作为油画科的系主任这样去教授学生 那1931年到1935年9月她是受到了徐贝宏老师的邀请 到了中央大学美术学院去任教 那在这个过程中她也是举办了第一次的个人的展览 后面1937年的时候 应该也是因为国内的形式也好 或者说生活给她带来的一些不愉快也好 她又选择返回到法国去进行游学和深造 这一走就是40年 在这个过程中 1959年的时候她又得到巴黎大学的一个叫做多尔利奖 也是非常的难得属于可以在入实测的一次奖项 那我们的潘苑老师逝世于1977年的6月13日 跟她的生辰就差一天 那她现在也是整个人就是埋葬在巴黎 一个叫做蒙中白纳斯公路的地方 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那边 其实也可以去稍微的祭拜一下 那在她去世之后 她大量的绘画作品都留在了法国 她也是有托当时的一些朋友转展 把她所有的画作都运回了国内 所以她的绘画现在大部分是收藏在台湾国立博物馆 以及我们的安徽博物院这样 大家如果有幸福的话去这样的地方 其实是可以看到潘苑老师的作品的 那后面其实希望能给大家稍微看一些潘苑老师作品 但是由于说审核上面的一些原因 潘苑老师大部分的作品 绘画的主体都是一些自身的裸体或者女性的裸体 非常的美 然后也非常的有艺术性 但是我不是非常敢放在我们的视频里面去推荐给大家 因为之前我这样的问题 审核上面的一些事情 所以说很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去搜索潘苑老师的作品 然后去看一看她非常有名的这个代表系列 那另外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一些她的自画像 一些穿戏袍的自画像 然后我觉得这些作品里面就是大家能看到说 她这个非常有中国传统女性感觉的一些样貌啊 一些绘画手法 那以及一些她家乡的景色也是她经常绘画的一些主体 那这些可能代表了她非常多的回忆和对于祖国对于家乡的眷恋 那大家看潘老师的绘画也好 或者看她的用色也好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她受到了非常多印象派的影响 那这里给大家留一个题目 我们之前其实有讲过一个印象派的艺术家 她也有绘制一些裸体 有绘制这一些方向上的东西和潘老师用的线条 以及一些用色上面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那希望大家可以用弹幕和流感的方式回答这道问题 是谁呢 然后她的用色和线条上面其实是受到了非常多印象派的影响 然后整个的用色比较鲜明一些比较大胆一些 但是比较突出的是她非常喜欢用中国女性作为创作主体 不仅仅是自己的裸体也是其他人的一些也有尝试 那在这些方面上面会呈现给大家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 就是这是非常具有东方美感的 非常有她个人的特色在呢 那另外就是从她的画面里面 其实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女性视角 她不是用那种很阴柔或者很柔软的方式去呈现的 但同时又不像男性去看起来会偶尔有一些比较色情啊 或者比较男性视角的那种感受 她是一个非常中立的或者说女性视角里面 相对独立的这一种视角去呈现她整个的这个画面和她的主角的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肯定跟她的个人性格比较独立啊比较豪放啊也是有关系 所以说她的这个绘画风格上面可以非常好的去呈现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那我觉得除了从她的绘画上面去学习 呃派玉良老师也是作为女性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榜样 呃因为她的身世也比较坎坷嘛 呃但是从这个中间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呃得到一些什么启示 呃比如说我觉得呃一个是不要轻易的认命 因为青龙女子千千万但是潘玉良只有一个呃 呃我觉得她从一开始进入到那个环境下面 她就没有放弃对自我对知识的渴望呃 呃她知道她自己不想一辈子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我觉得她利用了很多她的时间去学习呃 呃可能她当时不识字 可能她的绘画也没有进去学过 但是她展示出来这种学习的欲望 呃和她在美术上面的天分 才能得到机会呃和攀赞化先生结尾连理 那也能得到攀赞化的认同和支持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一定不要在任何环境下一定不要屈服 一定不要放弃自己 还有就是去呃保留自己的天赋和兴趣呃 呃去挖掘自己的可能性 去多尝试去呃多学习去汲取知识 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对大家的提高也好 或者对你找到你人生后面的方向也好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呃去寻找你擅长的东西 去找到你热爱的东西 还有就是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立的人 她跟攀赞化先生感情非常好 但是她呃细算下来她这一生呃 呃离开祖国离开丈夫的时间 要远远大过于他们共同生活的时间呃 呃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来讲 其实呃大家其实都能明白 她的内心肯定不完全是呃非常自然的非常坦然的 肯定会有孤独啊会有难过 会有想念这些情感 但是她都靠着自己的意志力 以及她对于艺术也好 对于自身价值的这种渴望也好呃呃 呃撑了下来 然后完成了她作为一个艺术家一生的这种意义 而没有诱于这个儿女情深啊或者困于家庭中 呃而是去勇敢的去追求了自己想到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也是呃对于现代女性也好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不要被任何事情困住手脚的我觉得呃 呃现在还是会有很多人说去考量前前后后思虑过度 呃我觉得如果你自己能够坦然的 接受这一切的设定那就不要抱怨 如果你希望去追求自己的人生去寻找更多的意义 那就去做吧呃勇敢一点 然后也独立一点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都可以从呃 潘云良老师身上学习到的东西 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大概这样吧 我下周还会跟大家见面的 不过下周的节目应该不是vicklyartist的 嗯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的节目 然后记得答题哦 记得关注我留言给我 然后我们下周节目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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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